大家好,我是喜哥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朱油孝的奶妈为什么 那么厉害揭秘明熙宗朱油孝的乳母真实身份 明熙宗朱油孝的乳母可是 在中国古代历史 明熙宗朱油孝的乳母可以说 一直都是一个备受非议的女子 可是原本只是一个寻常的女子 但是自从她成为了朱油孝的乳母之后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可是早年曾经嫁过人并且生下了孩子 也因此而得以成为奶娘 可是成功地进入了太子府中抚养皇太孙朱油孝 当然克氏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 在教导朱油孝长大成人的过程中 同时也和朱油孝云语贪欢 克氏后来又开始与宦官勾结 并且有过很多的风流运势 明熙宗朱油孝的乳母克氏是一位信誉很强的女子 并且也是一位心狠手辣的女子 克氏为了保全自己在朱油孝心中的地位 经常会使用计谋祸害朱油孝身边的妃嫔 最终朱油孝段子爵孙没有一个儿孙能够存活 克氏也是一位十分聪明的女子 不同于一般的乳母 克氏知道要想享受荣华富贵 就不得不抓住皇帝朱油孝的心 于是开始与朱油孝潜泉缠绵 在明史中也有着十分隐晦记载 另外克氏为了保全魏忠贤 也曾经多次为魏忠贤出谋划策 终于帮助魏忠贤成为了朱油孝身边的重臣 并且害死了王安 明熙宗朱油孝对于乳母克氏 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 而克氏对于朱油孝则并没有母爱 更多的是男欢女爱 由于克氏的容颜不老 即便克氏在四十之后也依旧形同二十 这也成为克氏勾引男人最大的资本 显然克氏的行为遭到了众人唾弃 朱油孝即位之后 克氏得到了最有应得的惩罚 明熙宗朱油孝 明熙宗朱油孝和其父亲如出一辙 也是大明王朝中一位短命皇帝 他的一生只有短短的二十三年 总共在位七年 但是却见证了大明王朝从兴盛走向了落母 明熙宗朱油孝在其父亲朱长洛去世之后 得到了众多的大臣的拥立而登基继位 此时的朱油孝只有十六岁 但是却不得不面对着满朝文武百官 在朱油孝即位之后 明朝开始有了极度的婚案 朱油孝并没有杰出的治国才能 反而是听信了奸命的谗言 终于让大明百年江山出现了动摇 到后来朱油孝开始待在皇宫中荒匪朝政 明熙宗朱油孝出生于1604年 他虽然是朱长洛的长子 并且其母亲也深受朱长洛的喜爱 但是却遭到了李选世的妒忌 最终他的亲生母亲被李选世害死了 明熙宗朱油孝年幼之时深受李选世的折辱 长此以往逐渐形成了一种 小心翼翼处处忌惮惮的性格 这对于明熙宗朱油孝的人生十分不利 与此同时朱长洛也不受万历皇帝的重视 后来朱长洛死后明熙宗正式即位 但是此时李选世则开始要挟明熙宗 最后李选世终于大败 但是此后明熙宗朱油孝则开始 听信奶娘客室以及其情夫魏忠贤 日渐强大的权势威胁到了大明王朝的安宁 明熙宗朱油孝亲眼目睹了大明王朝的变换臣服 后期则开始选择了躲避 一直待在皇宫之中 立门不出一心钻研木匠制造出了很多傀儡 后来朱油孝又开始求仙 但是最终却因为食用丹药 不治身亡朱油孝的皇后 朱油孝的皇后张燕是一位母仪天下的好皇后 历来都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好评 张燕出生于世幻之家 自幼宝读诗书能够明辨是非 做到不偏不倚不公不正 这在当时几乎是一段美谈 张燕经过了重重的考核 最终被推上了皇后之位 也有一些也使认为张燕和朱油孝年少相逢 青梅竹马最终两人全倾天下 张燕一直都保持着一颗本心 对于魏忠贤和克氏两人的行径 则表现出了极度的不满和排挤 并且时而向朱油孝敬言 但是收效颇微 后来大明王朝王国张燕身为前朝国母 面对着往事已已的境地 只能在自己的宫殿中自以身亡 朱油孝的皇后张燕 是明代著名官员张国记的爱女 年幼的张燕就开始接触诗书 对于国家的正式 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看法 张燕成为皇后之后 因为十分激进的思想 而遭到了魏忠贤和克氏的迫害 张燕也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从此以后张燕再未能怀孕 张燕对于朱油孝的颓废感到十分的痛心 但是却由无能为力 只能多次向朱油孝提议 但是都未能得到朱油孝明确的答复 后来朱油孝病重 张燕则借机推荐了朱油孝 而在朱油孝登基即位之后 也不曾亏待过张燕 一时尊张燕为姓皇后 朱油孝的皇后张燕 并不如寻常的皇后那般幸福 张燕只是一个神规中的女子 面对着国恨家仇 却总无能为力 最后朱油孝兵败大明江山彻底落入了敌军的手中 此时的张燕没有任何的选择 只能安闲地在公寓中自已 感谢您收看启歌说历史频道 欢迎将您的想法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